HELLO 晚上好 HELLO HELLO 安安 下午好 晚上 晚上好 晚上好 KONG BANG WAH KONG BANG WAH TONG KAZI KONG BANG WAH HELLO HELLO 晚上好 HELLO HELLO 今天有要上課嗎 晚上好 HELLO HELLO 期待很久了嗎 阿 等等才要去上課 喔 因為今天開了比較早嘛 所以還沒有去上課 HELLO 第一次看我直播嗎 謝謝阿姨嗎 都市見面 15分鐘 好短喔只有15分鐘嗎 那就看15分鐘 你也可以記得戴那個耳機 好短喔 哈囉北極星 哈囉 晚上好那家 晚安 晚上好 晚安 晚安晚安 我們今天很早開6點 我今天呢 我在想我今天要講什麼 可是呢 其實我現在還沒確定我要講什麼 哈哈 你們都想聽什麼嗎 今天很蕩蕩的 你說我的腦袋嗎 哈哈 哈哈 對我今天 我感覺到了 我覺得我今天腦袋不太好 今天早上看是7點嗎 看錶是7 你是說 那個showroom的錶嗎 showroom的錶是 showroom的錶是那個日本時間 所以都會多一個小時 欸對耶 我沒有盪所以都在上課齁 對耶 你跟那種時間都太早了啦 所以我 會盪掉 居然 沒錯 對 showroom的話會就是 多一個小時 嗯 我要用我 什麼 看時鐘顯示晚上6點 很早 晚上6點很早 我都還沒 還沒 還沒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頭腦還沒有 打開 就來了 哈哈 看一下 我現在要 平板燈 showroom看一下 我的 我的 欸 忘記了 哈哈 要幾點才會開 大概 應該七點多再開啦 這樣才會 才會那個 打開頭腦 不是 我在講什麼 等一下 這麼晚一點就要休息啊 沒有 頭腦是越晚越清楚 對 晚安啊 哈哈 所以要發在一個小時嗎 你說我這次的直播嗎 不會 我會擠出話來的 呵 可是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其實 等我一下 我先等一下 哈哈 不會啦 我不會發呆一個小時 我盡量不發呆好不好 哦 有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還沒吃過晚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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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也不停 你好啊 花生糖 不對啊 我開平板然後留言跑不出來 有開始練習偶像簽名了嗎 其實還沒 還沒 算是下午茶後點心吧 可是 因為家裡 就是 沒什麼東西吃 草莓布丁是晚餐 因為其他如果 如果吃正餐的話 熱量太高了 呵呵 所以我今天吃有點多 會變胖 喜歡吃起家雞 喜歡吃起家雞 對呀 我喜歡吃起家雞 對呀 我喜歡吃起家雞 哦 剛剛是不是黑了一下 怎麼會這樣咧 現在這個時段好少人喔 晚上好 晚上好 阿虹晚上好 今天很早開 對啊今天很早開 今天我會準時關掉 7點半 今天我會準時關掉 我會準時關掉 因為我會準時關掉 因為我要去上課 喜歡吃起家雞 我剛剛說我喜歡吃起家雞啊 我剛剛有回答咧 7點半還要上課 7點半還要上課 對啊 不會不會辛苦 不會辛苦 還好 怎麼辦我最近吃太多東西了 有點變胖 所以我現在 你知道什麼 又開始 減肥 生活了 對 我又要開始減肥了 早餐 要開始吃那個 那叫什麼 我平常腫患是什麼 喔 想不到 等一下 都運動 年輕代謝會很快 沒有我代謝超差的 我代謝率很差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代謝很差 所以我 只能吃很少 而且只要一吃多就會馬上胖 我的體質蠻奇怪的 就是個 抑胖體質 瘋糖可送嗎 好喔 我很久沒有吃到這些東西 真的是 傳說中呼吸會變胖的體質 差不多 我常常容易變胖 因為我真的 代謝率很差 就算有運動什麼的 就是 還是會 容易變胖 超容易變胖 好吃 好喔 我就是不能吃 我要回歸那種 早餐只喝那種 什麼 滴子牛奶啊 什麼高鮮豆醬啊 一罐的那種 然後配蛋白 然後中午吃什麼 睡主餐 晚上吃沙拉的生活 不然我都變胖了 可是最近一直吃巧克力 有點改不過來 因為最近都吃太多 然後吃習慣了 然後就有點 有點 克制不住 就是會想吃 還是愛我嗎 還是愛我嗎 為什麼突然告白 真的是 現在真的要一直減肥 最近真的太 那叫什麼 放 放重嗎 放重 我最近晚上 宵夜都去吃一堆 巧克力 真的是 就是 小塊小塊 可是很多片 大概晚上會吃個 四五塊左右吧 然後都是那種 11點12點吃這樣 超恐怖的 然後我就變胖一公斤了 怎麼辦 我知道啊 制服都很合身 那個涼的時候 真的是貼超緊的 然後就被說 只能變瘦 不能變胖 完蛋了 可是我現在變胖了 這次宵夜比較好 我知道 我沒有 我沒吃什麼宵夜啊 我只是 半夜會去 挖巧克力而已 還好啦 好啦 都會欣賞吃最後一塊 對 沒錯 真的真的會 真的會 想要最後一塊 結果一直吃 結果還是一直吃 什麼 半夜挖巧克力就不算 腹肌欸 腹肌還在 他還健在 只是有點 快美了 沒關係 我明天開始減肥 我明天開始 其實我 我這句話從 去年就講到現在 明天開始減肥這句 我去年 對我去年年底很胖 然後就一直說要減肥 然後減到現在 然後最近才開始 不是最近 大概四月的時候 才開始實施 星星全部送我了 謝謝 謝謝 固定模式 沒錯就是固定模式 明天再減肥 哈哈 就 所有事情都從明天開始 說明天再寫功課 明天再減肥 明天再減肥 明天開始用功讀書 什麼的 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 這時段三個人開 其實每個人都丟一批 你說你嗎 謝謝 欸 等一下 怎麼瘦臉 怎麼瘦臉 那是 看你的 運氣 就是運氣啊 我不知道怎麼瘦臉 臉長的 大就是大 膠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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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失 是什麼 鬆弛嗎 這樣 哈囉小毅 哈囉 藍月 呵呵呵 Yumi 恩 恐幫我 恐幫我 哈囉藍月 呵呵呵 明天叫妹妹出來 明天嗎 明天 欸 明天我不會開 明天 明天我沒有開 我要等到禮拜 禮拜幾 禮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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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開 好喔冰大 拜拜 明明就 哈哈 硬要分兩次 拜是嗎 明天是妹妹開 不用開 是不是 好久沒跟到台了 小毅你不是昨天 昨天還在嗎 你不是昨天有跟 你不是昨天嗎 Yumi 謝謝你 Yumi 看錯了嗎 你現在是 佛系觀眾 哈哈 要低調是嗎 小毅 什麼要上課 低調低調 佛系觀眾 你在名字後面也加佛系觀眾了 我 我 啊 我把我直播剪掉 看一下 呃 今天我會準時關掉 今天我會準時關掉 我也要說 看去年 我不會準時關掉 妳跟妳一起學猫交 妳自己教就好啦 很厲害 呵呵 沒使用平板不清楚 沒關係 就是我覺得是網路問題 我家的網路都不太好 我平常是連我家的網路 然後都很奇怪 就都跑不出來 點到螢幕畫面 沒有沒有 就只是 就是一樣還是有那個 這一排 可是就是那個跑的 就是手機上面已經出現 結果平板也還沒有跑出來這樣 會有那個誤差 是嗎 時間差 就平板的網路比較爛 我今天 來講什麼好勒 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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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什麼勒 減肥 這樣減肥會對你們有幫助嗎 那如果今天主題是減肥的話 你們都好像都沒有減肥的需要 好好喔 我現在是 那叫什麼 減肥達人 但是還要帶繼續減肥的減肥達人 呵 飲食控制跟運動 對 沒錯 其實 我從 吃不胖 好討厭喔 我也想要吃不胖 這輩子沒減肥過 好喔 我 我這輩子我想一下我減 我從 從什麼 從 高中 升高中就一直減肥了 算中間都會那個 大概吃了幾個月左右再開始減 所以就是減了 減了 減了 一陣子再開始吃一陣子 然後再減一陣子 的那種概念 呵呵 就比如說像 欸我高一進來的時候 比現在胖 高一的時候比現在胖4公斤 然後 到高一暑假之後 瘦了2公斤 所以是比現在胖2公斤 然後到高二一開始 比現在胖6公斤 呵呵 所以我從幾月 我從 一月到 一月吧二月 從二月 到 現在 我三個月瘦6公斤 好像是吧 從出生減肥到現在嗎 哈哈 太誇張了 剛中三年總共胖了3公斤 啊4公斤 你不是說你吃不胖嗎 可是4公斤也還好啊 我是幾個月 我是現在 對我剛剛講說 三個月瘦了6公斤這樣 然後就一直停在那了 因為後來就開始一直吃 然後出來之後又減 減完之後又吃 所以就一直停住了 哈哈 下不來 可是 就是會 怎麼講 你減肥減久了 你會 想要吃東西 真的會想要大吃 特地吃一下 然後再開始減 所以就一直 就是 一直停在那裡這樣 啊配合身高 那還好啊 那這樣很剛好 我是 我長高 我只有長高多少 一公分 我長高一公分 然後體重一直在變化 就是完全沒有按照那個 那叫什麼 標準那種 就只是變胖跟變瘦這樣 對 對 然後 我那時候 反正呢 女生本來就是要一直減肥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其實 那時候 我國中的時候是最胖 我國中 我國中到高中差了 幾公斤 國中 我國三跟 欸 國三 我國三身高一的那一年暑假瘦了 四公斤 然後 再來就一路變瘦 然後直到去年的時候又變很胖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還蠻會減肥的耶 說實在的 而且都是減得很莫名其妙的那一種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成功 還蠻酷的 還蠻酷的 搞不好可以 就是 對你們 有幫助一點 就是關於減肥 所以 針選期間沒有減肥嗎 沒有耶 針選期間那時候很胖 那時候是最胖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從 就是比現在胖了六公斤 放寬心體重自然會下降 我覺得 你說 就 脖系減肥 我也希望我放寬心體重就會自己下降 真的是 哇 是驚訝 驚訝我 我瘦六公斤嗎 我減 喔不是 我針選這時候真的很胖 真的比現在胖六公斤 五到六公斤左右 很恐怖 超恐怖的 然後 然後 後來是今年年初就 因為吃太多年糕 所以 得腸胃炎 然後就先瘦了三公斤 然後再一路就是 然後再減肥 然後就減 然後就減六公斤了 哈哈 注意飲食正常作息 就是要注意飲食 可是飲食就很難 注意很難耶 飲食這一塊 就是 因為我就很愛吃嘛 就看到什麼我就會想吃啊 然後就真的會克制不住 認真的 我是那時候被 這叫什麼 那時候是真的太胖了 然後被激到 然後 然後就真的 那一陣子就是 完全不碰零食 然後就 很快 那時候很快 不到一個月就瘦了兩公斤吧 我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挺快的 然後後來就 反正瘦了嘛 那就 開始吃 然後吃完之後 欸怎麼辦 胖了一公斤 然後就開始撿 然後撿完之後 喔 又回來了 那就開始吃 然後就一直撿 然後就一直這樣無限循環 真的是 所以我 從明天開始要 認真減肥 不碰零食 好難喔 我家裡零食超多的 不碰零食 然後 然後什麼 多運動嗎 就 多運動 克制自己的欲望 超難的 呵呵 很難真的很難克制 就是有時候你看到巧克力 你就是會 手癢 然後就去抓一顆來吃 看到自己的制服 就不會餓了 呵呵 我也希望 會成功 如果看到自己的制服 不餓的話 搞不好 就是制服穿一穿 然後穿都穿不下 變胖 然後這樣 變緊 完蛋 哈哈 制服扣子蹦開 我不會讓 這種事情發生的 扣子會蹦飛 唉唷 不會不會不會 我會克制 我現在體重都是在 一公斤浮動的 所以不會到特別重 所以 希望如此 我明天要開始減肥了 把家裡的巧克力全部丟掉 這樣我會很難過耶 不行 不行這樣 不行 不行 這樣我會去外面買 哈哈 我會去外面買巧克力還是 我會去外面買巧克力 你要不要買巧克力 有沒有 我會去外面感 發明 就是 很有飽足感 然後熱量很低的 東西 算我也不知道有什麼 可是就是我認真覺得應該需要這種東西 這樣減肥的人才會 就是 那叫什麼 就是一方面可以幫助減肥的人 一方面可以那個 減少什麼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這樣 這是一舉兩得的概念啊 不覺得嗎就是 這樣子 大家一定都很開心啊 如果有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熱量低 然後飽足感 就怎麼吃都不會胖的那種東西 喔 這樣超讚的 制服應該都要短褲吧 哈哈 對 我希望 就是都要短的那種 快發明一個專利 我發明嗎 我不會啦 哈哈 我要怎麼 我不會 自己自己調嗎 但是應該調出來應該不能吃 這樣調出來沒有人要買 太恐怖了 哈哈 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 那個 減肥的那個 餐啊 應該是要 早餐吃 澱粉類是吧 然後 中午吃 我覺得 因為澱粉是一定要吃的嘛 所以好像加在早餐會好一點 因為早餐 有比較多時間可以消耗熱量 這樣 所以早餐吃多一點澱粉 然後中午吃少 晚上吃少一點這樣子 好像會比較好 可是我常常看到那種 網路上的減肥餐啊 是什麼 中午吃什麼滷肉飯啊 什麼的 然後什麼吃什麼 烏龍麵啊 什麼的 那些我都覺得 這樣真的受得了嗎 因為 熱量都很高啊 滷肉飯一個就兩百了 小碗的話 一碗兩百 然後那麼小碗 然後烏龍麵這樣 一碗也三四百 然後這樣吃下去 不是很胖嗎 還是因為 我代謝量真的比較差 對 我真的 我真的有看到有一篇文章 是寫他吃乳肉飯減肥 就是 就是有那種嗎 減肥食譜什麼的 這樣子 然後 就是減肥食譜 然後那個 他就說 早餐喝什麼 比如說什麼高鮮豆漿啊 然後說 然後中午他是吃那種 小乳 就小乳肉飯這樣 然後 破了 然後他另外一天是吃什麼 烏龍麵 這樣 然後想說這樣 真的可以減肥 然後 很羨慕 超羨慕的 吃這樣可以減肥的話 我也想吃 我是真的 只要吃那些東西 我就會馬上變胖 因為我代謝率太差了 好 青菜類的高鮮微水果 青菜類嗎 你是說 怎麼吃都吃不胖是嗎 這樣 吃炸雞 不行 我現在偶爾才能吃一吃炸雞 我現在已經好幾個禮拜沒有吃炸雞了 因為有一陣子太放肆 你知道 有一次 我好像沒有講過 有一次 那個 去訓練 就是去 去 課程 然後 那時候 回來的路上有 麥當勞 那不對不對 那時候是上那個戲劇課 然後 然後那個 老師就 就說 喊出我們想要吃的東西 然後兩個兩個一組 然後那時候我跟肉肉一組 就是 菜一揉 肉肉 跟他一組 然後呢 我們就很想吃炸雞 是真的很想 然後就那時候就大喊 就說 什麼 就是 因為喊出自己喜歡吃書 然後就要說什麼 我喜歡 什麼 這樣子 然後我就喊我喜歡炸雞 然後 然後 那個 肉肉就回我 然後 走啊 然後 然後之後 我們就真的 下課 那時候下課 晚上 九點吧 九點多 然後就去麥當勞吃炸雞了 那裡真的 太恐怖了 真的 他就說走啊 然後結果我們後來 就真的去了 真的去吃 我們那天吃了什麼 吃了 那種 搖搖薯條 然後跟 我還吃了一隻炸雞腿這樣 什麼 看了現在影片才想到我愛吃炸雞 哈哈 然後喜歡的動物是小雞 沒錯 就是 那種 養成的概念 養小雞吃炸雞 一回來就踢到炸雞腿 哈哈 趕成胖子角色不行不行不行 這樣不行 讓我趕一點的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弄那個 所以也是一種愛 沒錯 就是 就是這樣嘛 喜歡吃炸雞 最喜歡動物是小雞 就是很愛啊 要去超超跑30圈 這樣才不怕沒雞吃 沒錯 喔長大 長大 我聽 我聽 就是 聽說被啄到很痛 被雞啄到很痛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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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阿公邦娃 Koichi-san 公邦娃 陽氣吃雞管環保大廈 這叫什麼 那個 呃 自 自給自足 是嗎 的生活 自己養 自己想吃自己養 哈哈 最兇的那種 妳知道我 我 我像 雞學壞嗎 不會啦 我要怎麼跟雞學壞 謝謝 謝謝 養一養然後長大就上台 其實 那種 傳統的農 農家 生活 不是就是這樣嗎 就自己養牛 然後自己殺來吃 養豬 就自己殺來吃 這樣子 以前那個生活 就真的這樣 還蠻酷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 從那一次開始 因為我從 跟肉到吃炸雞之前都很嚴格 就是 都是真的 早餐就吃那種豆漿啊蛋白 然後中午就吃水煮餐 晚餐就只吃蛋白啊 不然就是那種 便衣商店賣的那種 湯 就是 一碗才十大卡 十幾大卡 那種湯 不然就是什麼關東煮 然後沙拉那些 就都很嚴格 然後都不碰零食 然後就跟肉肉吃完那個炸雞之後 我就開始大吃特吃 真的大吃特吃 就是 吃完那個之後 沒過多久 就 欸 就是 就是開始整個 亂吃一通 然後之後還是吃了什麼 就是開始亂喝飲料啊 然後吃炸雞啊 什麼的 哈哈 然後就一路胖到現在 可是也只胖了一公斤 然後又瘦 然後又胖又瘦 又胖又瘦 這邊 哈哈 都是肉肉害的 然後 推給肉肉折的 就是他開始 真的是他讓我開始亂吃東西的 歐洲貴族要用打獵的 去殺雞嗎 什麼現在咧 現在什麼 對 對 然後 都是累的錯 沒錯 然後 好 然後之後就開始大家就來找我吃飯 什麼 夢醇啊 喔夢醇真的是 每次經過一定要跟我講才要吃東西 真的是 然後就真的一直亂吃 然後就變胖了 天啊 我真的不能亂吃東西 我真的很羨慕吃不胖的人 是真的 他們那種 體質 真的很羨慕 超羨慕的 為什麼 沒錯 夢夢壞壞 不是他明明就自己也要減肥 然後一直要拖我下水 真的是 好 我應該要行 我應該要行 寶寶 好 好 是 好 也是 對 日本に行きたい 想要請教一件事 希望我去日本 有 我剛剛回答了 例如大衛女王隊 每次看那種日本的大衛王節目啊 然後就每一個就是 我記得有幾個然後就 然後就什麼 嗯 那個 就每一個有很多都小小隻的這樣 真的是小小隻的 然後就覺得天啊 他們到底吃那麼多東西 為什麼還可以那麼小隻那麼瘦 有一個胖子菜其他人就很安心吃 我不要當那個胖子 我不要 我要當安心吃的那個 不行 我很瘦嗎 我哪有很瘦 我哪有很瘦 好 回去害兆兆 兆兆不用我害他自己就會開始吃了 兆兆不用我害他就會一直吃吃吃 先去吃晚餐了吧 好啊 拜拜 好我也想吃晚餐 可是我好像吃過了 討厭 好餓喔 我現在吃什麼 我吃 鮪魚 麵包 一半 晚上鮪魚吃 鮪魚麵包吃一半 然後吃草莓布丁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好像沒了耶 我好像沒有吃 我好像沒有吃 吃兩個夾心餅乾 兩片 這樣子 好餓 好餓 反正我明天開始減肥嗎 那我今天 還是吃一下 好 我明天再開始 聊吃的會越聊越餓 不會 我發現聊吃的會越聊越開心 就是 想就是 滿足感 想要的東西 昨天沒說的 什麼意思 想要的東西 什麼意思 Kami San Kamama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草莓布丁 水桶放 沒有啦 只有這樣 這麼小一個 好想吃晚餐 可是已經吃過 就是 有吃跟沒吃一樣啊 就是 沒有吃飽 吃晚餐 沒有就是在路上 隨便買 就是下課 然後路上隨便買 這樣子 然後就吃 然後就趕快來開台了 減肥 真的 真的是明天這樣 什麼 什麼小意 你說什麼 什麼小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 等一下 我今天腦袋不太好 真的 幾點下課 我今天 我今天幾點 我今天四點就走了 嗯 食礦吃晚餐 不行不行 午餐七分吧 沒有 我年輕但是代謝很差 是真的很差 是真的差到那種 我朋友 朋友 姐姐們 就是二十幾歲的姐姐們 然後 因為那個 體重肌不是可以量代謝率嗎 然後我是真的很差 是真的 差到 大家都會嚇到那種 對 就是 我一天不能吃超過一千大卡 不然這樣 會變胖 每天開始要拍車的東西 上床的愛心 這樣你們不會看到膩掉嗎 只有現在不太好 對啦 只有現在不太好 今天有點 腦袋轉不太過來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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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想要的東西沒有說出來 今天才想到 喔 是你想要的東西是嗎 什麼啊 什麼東西 可以嘗試重訓增加機 我是 有啦 有聽說過重訓 可是就 懶啊 重訓喔 重訓 我家那邊是有健身房 可是不太知道 什麼重訓 60歲那種嗎 可能喔 我代謝可能真的跟60歲差不多 找法法嗎 喔對 法法 那個上面寫重訓 總而言之就是又懶又愛吃 又懶又愛吃 哈哈 沒錯 不是啊 他 能懶就懶 能吃就吃 這就是那個 人的 天性嗎 對不對 就是懶惰嗎 又愛吃東西 還是只有我 哈哈 人的天性啊 對啊 對嘛 是不是 對啊 所以就 嗯 我現在 會做的 那個運動 只有腹肌的運動 只有仰臥起做那種 哈哈 聽起來是幸福美滿的人 啊 真的 吃不胖的人 真的是幸福美滿 真的 認真 吃不胖真的太好了 這什麼運動 不用做 一直吃一直吃 還是很瘦 積極 積極 積極是基因突變 哈哈 安心的做一個肉感 好像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這樣 不行 我要美美的 當偶像 哈哈 美美的 外觀 肚子 可是我真的很羨慕耶 就是那種 走在路上 然後很瘦很瘦 那些的 超羨慕的 胖胖的偶像 不行 我不要當這種偶像 不要 甘蔗型偶像是什麼 甘蔗不是細細長長的 所以是很瘦嗎 假的 當甘蔗型偶像 當甘蔗型偶像 有點想去拿誰 來 受過頭了 喔 乾熱型偶像是受過頭的 不行 可是這樣那個 什麼上鏡頭才會是沒的 所以我還要再減肥 喔 減肥 減肥 減肥真的 真的是 去哪吧 好 我去拿一下好了 等我一下喔 水什麼 水的充足嗎 什麼意思 你是說水分充足嗎的意思嗎 我拿一下水 等我一下 水 喝的 喔 水喝的充足嗎 好像有點不充足 這不是喝水會有那種飽足感 可是我不喜歡 因為喝水的話你就會一直上廁所啊 可是我不喜歡 那麼常跑廁所 你說水會影響代謝喔 真的喔 水要喝足夠 啊 原來如此 所以要多喝水才會 帶一些變好是吧 好吧 可是就會一直搶上廁所啊 不太喜歡 用台燈打光 對 那叫什麼 便宜用 便宜用 便宜用什麼 實用 喝太多也不好 怎麼說 經濟又實惠 沒錯 便宜使用 經濟實惠 呵呵呵 哈囉 水醬多 對啊 為什麼 喝太多不好 可是喝水不是會水種嗎 不是會水種嗎 一條要喝多少 2000cc嗎 是嗎 所以喝多後水就會增加代謝 然後就可以吃比較多 是這個意思嗎 水的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用處 優點優點 對啊 喝水 水喝太多不算水種 對啊 喝水水喝太多不算水種 一次喝1200毫升的糖水 糖水嗎 天啊 這樣不會甜死嗎 你不要喝 你不要喝 喝太多會 會 會腎結石 腎結石 糖水喝一次喝1200毫升 沒什麼味道那種 幹嘛喝糖水 為什麼要喝 我以前拔河隊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比賽 然後就是 因為一天下來很多場比賽 因為就是同一個賽事 然後就一天比完那種 然後那時候我們 比完一場 就是大家的水壺都是那種 就是水壺 然後要擠很多果糖的那種 就增加 力氣嘛 補充體力這樣 然後就開始 就一下來 就開始喝那個糖水 而且都是很甜很甜的那種糖水 然後吃香蕉喝糖水這樣 是以前拔河隊的時候 超胖的 那時候我真的 因為還沒加入拔河隊之前 其實就已經滿胖的 然後加拔河隊之後 變又胖又壯 就很恐怖 超恐怖的 小學的時候 小學很恐怖 不然其實應該是會變瘦欸 我覺得 8喝 8喝要增加重量 沒有就是 我們好像沒有特別增加什麼重量 就是 喔對那是壓正 就是壓最後一個 都很胖 可是我們 我是在中間的 所以就是 怎麼講 就不會特別去管體重 可是 可是那個什麼 就是 就都變胖了 反而是胖的會變瘦 然後瘦的會變胖這樣 我不知道那個訓練真的是 胖的變瘦瘦的變胖 超怪 我們那時候 訓練拔河隊的時候是 學校很小 可是就每天早上跑 大概 十圈學校 一整 就是到整個學校 跑十圈 十圈 跑完就是 跑那個 走那個 大樓的樓梯這樣 跑跑跑跑 就一層一層這樣跑 然後下來之後跳 什麼跳 好像五十下還是多少 然後再跑 然後來回好幾次這樣子 然後不然就是爬那個爬桿 就是 小學不是都會有那種一根一根一根的 然後可以爬上去的那種 然後我們就會限制秒數 然後爬到頂端這樣子 我們都在訓練這種東西 超恐怖的 聽起來好輕聲 沒有那時候是魔鬼訓練 可是 你知道 我們學校的那個 拔河比賽是 拔河隊是已經 連霸 我不知道幾連霸了 從我那個時候就連霸到現在 現在的拔河隊還是第一名 超恐怖的 真的超恐怖 超厲害 對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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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學的時候 小學的時候 小學班合隊 怎麼變瘦的嗎 怎麼變瘦的 你說從小學 沒有我一路就是到國中 都還是胖的 到國中的時候都還很胖 然後國中是那個欸 人生巔峰 國中的時候是人生巔峰 太胖了 那時候國中最胖的時候 比現在胖12公斤 比現在多了12公斤 而且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比現在矮了3公分 矮3公分然後多12公斤 那時候超恐怖 然後到高中之後變瘦 那時候幾公斤嗎 不行 我現在講那時候幾公斤 就可以推算出我現在幾公斤了 不行不行 哈哈 沒有欸 我上次找了很久結果發現沒有 可能就都 因為太胖了然後就都那個 那叫什麼 刪掉之類的 怎麼突然可愛了起來 哈哈 我那時候其實 其實我們那時候拔河隊是 先一個校技拔河 然後 然後 就先一個校技拔河 然後那時候我們班好像是得了第三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選中我們班 然後從我們班再挑人 進拔河隊 這樣子 然後 我就被挑到了 那時候胖胖的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開始訓練 每天真的 那叫什麼 也不是說生不如死 就是真的很痛苦 就是 真的 真的 是那種 體力極限的那種感覺 可是那時候很開心的是 大家要升起 要找回我們 不用 我們就在那邊爬樓梯就好了這樣 沒想過要去 沒有 那時候 目標是 就是拔河隊 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第二屆 我們那時候看第一屆的時候就覺得很酷 就是他們都去拔河 就很酷啊 上課時間 然後 就 坐遊覽車 然後去那個 體育場那邊拔河 就覺得 好羨慕 我也想要去 然後結果 之後就 找到我了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就去了這樣 Kuma Gairu 是什麼 Kuma Gairu 喔 看一下 喔 謝謝 活女的 熊熊 哈囉 Joyeru嗎 哈囉 新加坡的 哈囉 純粹不想上課而已 沒有 就那時候就很酷啊 小學嘛 然後就 覺得 可以坐遊覽車 然後去那個 比賽 就真的超酷的 然後還可以吃一醉香蕉 真的很酷 小學嘛 你們要以小學的觀點去看 你們要以小學的觀點去看 然後那時候就 想說 因為是六年級才能參加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六年級一定要去 巴合 然後就 欸 選到我們 很開心 可是那個訓練真的是 真正目的是香蕉 對 免費的香蕉耶 就那種學校提供很多香蕉這樣 然後給我們隨便吃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訓練是 把那個拔河繩綁在那個 學校的建築物上面 其中一根柱子 然後我們就這樣跟他拔 然後再調姿勢 什麼 那超酷的 就是跟建築物拔河 跟校舍拔河這樣 對不對 小學生還會坐遊覽車 而且重點是其他班都在學校 只有 我們班 因為我們 拔河隊都是我們班的人 所以 就是 我們班整班 就直接坐遊覽車去比賽 平日吧 那時候 然後就很酷啊 就欸我們不用上課 你們要上課 哈哈哈哈這樣 就很開心 不過小學生 對啊就是 不會想到要拒絕啊 拔柱子拉倒怎麼辦 哈哈 不會那麼誇張 拔柱子拉倒的話就代表 這個 那個 那個 校舍太 太 經 落不進風 哈哈 錯過什麼嗎 我在講我小學拔河隊的事情 你們要上課 這是小學啊 這時候很開心啊 你們要上課 我不用上課 我比較厲害 對那種感覺 而且那時候老師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是校季拔河第三名 我們班是第三名 可是他說 欸還是第二名 我忘記 可是那時候學我們的老師說 那個 我們比較有潛力 哈哈哈哈 然後就很開心啊 然後就找我們班 然後就去 拔河了 人生巔峰的回憶錄 人生巔峰 也就是說 那種 體育競賽巔峰 對 就是拔河 哈哈 體重巔峰不是在這時候 哈哈 哈哈 好喔 金智森 呵呵 剛從某某台來 你還敢講 真的是 哈囉金智森 謝謝藍月 丟星星 因為我們班比較單純 只要希望可以幫我們觀眾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大家那時候都很想參加拔河隊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第二屆嘛 所以可能看上一屆 然後就覺得很新奇 然後就想要參加吧 這樣子 然後就 很開心 可是那時候訓練 我想一下我們還有什麼 吊單槓 我們還有吊單槓 然後 跑步 跑步是 每天早上下午都要 真的 就 每天跑 這樣才應該20圈嘛 大概 有 超恐怖的 然後 吊單槓 爬桿啊 然後跳繩啊 爬樓梯啊 還有什麼啊 好像還有一堆奇奇怪怪的 我有點忘記了 摸摸看起來很漂亮 我也是喔 好喔 謝謝金日成 哈哈 謝謝你 然後有一次 就是拔河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幫忙 學務處做事情 就是做那個 那叫什麼 學校網站的那種 某一個名單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時候六年級 然後就是會去學務處幫忙 然後 那還是有一天中午 我們班 被叫去訓話 就是好像就是說 我們訓練不認真啊 還是什麼 然後就被威脅說什麼 他什麼 老師就說什麼 他也可以找另外一班來啊 然後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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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什麼不要以為別班比你們差 什麼怎樣 什麼要替換 很容易啊 什麼 然後就訓話 然後那時候大太陽 可是 我那時候就去 就在學務處工作嘛 就是在學務處去打那個名單 然後就看到 欸 我們班怎麼在外面被訓話啊 然後呢 我在裡面 吹冷氣 打名單這樣 然後就超開心的 他們其他人都在外面曬太陽 然後就我在裡面吹冷氣 我第一次覺得這個工作很好 我第一次覺得這個工作很好 不然我平常都覺得這工作很煩 超煩的 好喔 藍月拜拜 上課加油 全身肌肉嘛 對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全身肌肉 我到現在大腿氣還很大塊 因為八合同八合到現在大腿氣又沒消 幸災樂禍 我那時候真的超開心的 因為 我就 其實而且重點是我其實名單已經打完了 可是我要裝我還沒打完 因為如果打完的話 我就要跟 去外面被訓話這樣 所以我就 趕快 講到沒打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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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嗎 星星 的日文怎麼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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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姓桑 那就慢慢打 我就講說我還沒打完啊 然後就在那邊坐著吹冷氣這樣子 而且其實在學務處工作 好戲嗎 哈囉 我剛剛講對嗎 那個重音 哈囉 太... 上 對跳舞也有幫助 有是有 可是就是肌肉一直消不掉 然後就很壯 這樣 然後那時候在學務處工作就很 就很開心啊 然後因為常常會有那種 吃了 什麼 那種主任啊 常常會有什麼莫名其妙出來的那種 披薩啊 蛋糕啊 餅乾啊 零食啊 什麼然後都會 第一個一定都是分給學生吃嘛 對不對 就分給在學務處裡面的學生吃 因為都在那啦 然後他開了 他如果他自己想吃他開了 當然會分給大家 因為可能是什麼作為老師的壓力吧 對啊 老師都很愛偷吃好料 真的真的 然後作為在學務處工作的學生 我一定都是第一個品嘗到那些 超開心的 超開心的 給我香蕉嗎 好像沒有 他都給那種 零食類的 餅乾啊 蛋糕 甜點什麼的 那種 超讚 真的超讚 不是罪惡感嗎 是那種 有那種 榮 誒 就是 莫名的驕傲 呵 我有吃到 你們都沒有吃到 因為我在學務處工作 那種感覺 禁止學生叫我愛送 對啊 對 就是 國小 國中 高中 都不能叫我愛送 不知道為什麼 超討厭的 主任過的太少 都這樣的啊 他們 老師都 老師都會定好吃的 然後他們只是 偶爾才會想到學生們 有肌肉很好 有肌肉不好 就是 看起來太壯了 而且肌肉很難受 很難 就是肌肉跟脂肪相比 一定是脂肪比較容易受啊 好餓喔 天啊 學生只是老師們的出氣頭 呵 校長都會在校長室泡茶聊天 高中感觸很多 然後學生們做得要死 呵呵 沒錯 不會啦 就是呢 怎麼講 那時候 小學嘛 所以可以吃到很多別人吃不到的東西 就已經 那個 滿足了 心滿一足 這樣 呵呵 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就是 學校 為什麼不開放 另外 所以 這個我是 有一點不太 理解 不太能了解 這樣 很奇怪 小學校 我們小學有冷氣 嗯 我們小學有冷氣 可是因為 私立小學 不是讀私立小學 所以 有冷氣 然後環境還 挺好的 可是我一畢業之後 它就裝修了 就是 我一畢業之後 那個教室都改了 就改成更豪華的 然後 然後 就 反正 人生都常常這樣嘛 就是一畢業之後 什麼都改 然後都改成很好的 能少一些 其實 就是 學生 能幫忙的事情 都會給學生做 可是 就是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給學生機會 可以什麼消警告啊 吃東西啊 計家獎啊 我覺得是挺 挺好的啦 對 什麼 給學生定外食 有事情還要處理 有事情 定外食會有什麼事情 阿不就打電話定 沒錯還不准學生放學回家 真的假的 我的是不會啦 我遇到的都還好 對啊 這樣老師不用 不用不用在旁邊看的嗎 放學被留下來 結果沒搭上校車 真的假的 自己走下山 辣炒年糕好好吃 小易你剛剛是去吃辣炒年糕嗎 真的假的 天啊 我也好想吃 怎麼可以這樣在這邊講出來 我好想吃辣炒年糕 對啊 對啊 現在這年代哪會食物中毒啊 不是現在這年代 也不對 也不是這樣講 很少啦 真的很少 對那種連鎖定的就不會啊 還沒叫老師賠你錢 我覺得可以去抗議 叫家長打電話之類的 一千兩百 欸對 等一下一千三百 我還沒自我介紹 我忘記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TP48的林玉宇 今年十七歲 然後我的Instagram是 1R1U1.TP48Official 請大家多多最終 然後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TP48 Akiです 17才です 今日 は ダンス 私のインスタは 1R1U1.TP48Official はい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で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台湾 はい 台湾です 什麼 要看保存的狀況 真的嗎 可是很少啦 我覺得 家裡煮的 家裡煮的 辣炒年糕 是嗎 好好 羨慕 沒有一怕只怕 也是啊 就是 好啦 就是簡單講就是怕麻煩嘛 對不對 黃黃愛地球 欸 對啊 我忘記了 漸漸回來的太趕 我忘記 早了 老師比學生還早回家 喔 對 晚日行不是 就是 老師都不知道這樣 喔 報告是說 關於食物中毒的 好酷喔 等一下 我來找一下環保愛地球 的日文 既然提到了 就來講一下 都找班帶 都找帶班的 都找帶班的 導師們 我有遇過 我有聽說過 是找那個 什麼 呃 以前國中 那種公立國中 好像都是家長 志願這樣 我以前是 私立國中啦 所以都還 老師都還是在的 那種 所以 我也不知道咧 我看一下 高中沒有玩自習過 我現在還沒有需要玩自習 真的 可是 高中沒有玩自習過 你去哪裡讀書 我覺得如果沒有玩自習的話 我會 我就不讀了 我應該就直接放棄這樣 我是一個沒有自自立的人 愛護地球的日文 在哪裡呢 在哪裡呢 找不到 高一就開始了 真的假的 太太早了吧 高一就開始玩自習 喔可能 私立了對吧 私立都這樣 私立從 我國中的時候 私立就 國一就開始玩自習了 こんばんわ トマトさん こんばんわ 好難耶 我好像都找不到這種 環保ID說 好難耶 我看一下 私立高中 專攻異級 異級 異級是什麼 高職那種嗎 練腹肌練肉 都 呵呵 禮拜六 禮拜六也要留天了 好辛苦喔 你們高一也是 好險我 我不是讀私立的 哈哈 私立的好辛苦喔 我來找愛護地球的日文 高職 高職 高職就考那些 簡定嗎 那種 了解 找不到耶 等一下 喔 是什麼 那個 什麼 儘快 儘快 好像就直接這樣 就好了耶 愛護地球 我現在查到 好像就 這樣子而已 高一下 其實不用留 禮拜六是搬到 額外這樣 然後還要付錢 留 留完自己要付錢 那直接在那個啊 圖書館讀書就好啦 不是嗎 直接圖書館讀書 還不用付錢 看一下 我今天七點半就要 準時關了 我要去上課 各位學生們真辛苦 我也覺得 我現在覺得你們好辛苦喔 就是 都要留完自習什麼的 星期六是留到 早上 是從早上七八點開始嗎 行政院長就錯了 賴心得嗎 真的 在台灣當學上其實很辛苦 我壓力挺大的 好啦 其實好像亞洲國家好像 那個 在亞洲國家那個 當學生壓力都挺大的 早上五點半就要起來了 天啊 可是在校車上可以睡一下 還好我已經畢業了 現在多歲了 還好我已經畢業了 呵呵 錦兒不在 不知道錦兒去哪了 可能今天太早了吧 真的是 完自習真的有用嗎 對耶 完自習 我也想問完自習真的有用嗎 會差很多嗎 覺得沒什麼用 我記得我以前國中完自習都在看小說 就是老師都坐在後面 可是也不太管 他就只是坐在後面做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 都 就直接看小說 然後也沒有在複習什麼功課什麼 就那時候國中考高中的時候 我真的都在看小說 就完全沒什麼用 就沒有在讀書 學校在山上是吧 我以前就是 學校會常就是收手機 然後如果被抓到就是警告跟小過吧 然後 反正手機都要交到後面那個 手機欄裡面 對 然後就也不能玩手機 所以我們的休閒娛樂就是看小說 就是班上都會有那種 那個 頭吧 就是 小說頭 這樣講好奇怪 然後 就是有很多一堆的那種小說 然後就跟他借 然後就傳片 就是大家看完就換下一個 這種 那種 欸 我剛剛就在猜那個 Jubi是不是 東山的 我剛剛想說會不會是 因為在山上 我就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 這 這什麼 哈哈 玩自習室來製造回 製造什麼回 我們那時候還會就是 為了 就出去玩 因為我們 國三的玩自習室 好像 然後 我們還有 本來還會有一個那個時間 是大家可以出去玩 大概40分鐘 可以去什麼福利社買東西啊 然後出去走一走啊 散步 什麼之類的 那個時間 可是國三的外考班沒有 然後 我們 那時候就 就是 強制睡覺 這樣 然後睡一睡到起來 然後大家就很無聊 因為玩自習要留到晚上9點多 這樣子 要留到9點多 然後 我們就會常常就說 老師我要去廁所 然後一去就是那種 二十幾分 然後都在外面混的那種 然後過很久才進來這樣 我們都會故意去 上廁所 哈哈 好 國中會看恐慕小說嗎 不 欸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小說是那種 蠻血腥的 可是是算 愛情小說 可是蠻血腥的 我覺得 拿那個 定蘇貞 定 定蘇姬定手 那個 我覺得蠻酷的 可是挺 挺血腥的 高三晚之習 那時候國中 然後老時候坐在後面 所以不行 然後關很嚴 所以我們都只好 直接說 我要去上廁所這樣 借故出去 居然還有散步時間 因為就一整天 然後一整天的課 然後下午還要 晚上還要繼續留 所以都會有一個中間 就是吃飯加 休息的時間 上路時間這樣子 然後 國一國二 高一高二都自由利用 然後 可是只要到國三高三的話 就是強制睡覺 就是一定要待在班上 你不睡覺 你可以砍樹什麼之類 可是 通常因為都很累 所以都在睡覺 其實蠻替學生著想的 但是真的很無聊 超無聊 然後那時候我國三 因為強制留到九點多 所以呢 可是我沒有留過九點多 我都留到八點多而已 因為我坐校車 就是校車只有八點多有 我記得 所以就 我都坐八點多的小車 就直接走了 這樣 因為代班人被你們蠻討厭的 故意惹他生氣 好壞 發現無兄不睡很痛苦 嗯 有時候無兄不睡真的會很累 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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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當國民偶像不用玩自習 呵呵 睡不著看課本就對 沒有 我覺得看課本沒有用 是老師要在上面講話 你才會真的想睡覺 老師在上面就是跟念咒語一樣 你就會馬上就是會開始 頭開始一直點然後睡覺 我覺得重點不是課本 重點是老師 然後等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 喔有了有了有了 聽人家念會昏昏欲睡 對啊真的會昏昏欲睡 啊 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聽人家會昏昏欲睡 就是真的 我後來發現是認真的就是 真的主要真的是老師在講話 因為你自己看你是會看不下去而已 看課本讀書你是會看不下去 可是不會到想睡覺那種 可是你只要有人在上面講話 你就會馬上想睡覺 欸就可以直接寄留言嗎 好像不行欸 我好像看不到 我記得有很多就是什麼 穿 那種現實動態什麼 然後 看不太到 看歷史課 喔對對對 看歷史課本是那種 會翻到下一頁 就是看完這頁 然後就把這頁看完那種 那種 何時半です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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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快要結束了什麼 怎麼講 這碗好爛喔 好爛喔 好爛喔 就是都講世紀嘛 就是都講世紀嘛 可是就我覺得挺有趣的啊 就是看那些什麼幾年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什麼都還蠻酷的 好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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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特 啊你說看 看歷史課本 是特歷史吧 覺得很有趣 對啊 是真的挺有趣的 對 什麼 路易十六啊 什麼被斬首 什麼 這個嗎 我覺得我看那個 就是路易十六跟馬力皇后那一段 我覺得最有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看到然後就記到現在 記好幾年了吧 我覺得 我記得 那段最有趣 法國大革命前的那一段 波旁皇朝那邊 很有趣 不是 路易十四沒有被斬首 路易十四是太陽王欸 他不是 他沒有被斬首 嗯 是路易十六被斬首 路易十六因為那時候就是 巴士底監獄被攻陷嘛 對啊 然後那時候他就要逃跑 我忘記逃去哪了 反正 可是他就被抓回來 他原本要逃跑 然後就被抓回來 然後就被斬首了 跟馬力皇后一起 被斬首 對 就這樣 呵呵 簡易版 歷史 什麼他學什麼他學什麼 看不懂 對路易十四是太陽王 就是建那個法爾賽公的 嗯 還有 發明高跟鞋的 康巴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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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 我只會那一段 這樣 其他我都是看那種 什麼古蹟建築物 什麼那種 就是什麼 15世紀的建築物 什麼的 應該會講錯過 下課時間 不會 你會說 表定 比如說 四點下課 我會講到五點這樣 哈哈 等一下 我差不多要 結束了 我等一下要去上 課了 可以當大學講師講歐洲史 就剛好這樣子 收到發明高震寫回憶都回來了 什麼回憶 啊 你是說歷史回憶嗎 哈哈 頭一臉 謝謝 嘿 あの 差不多 結束了 天啊 我是日文 我要結束了 我上課時間快到了 我等一下還要去吃 這個 東西 提不出哪一年考導學生 這樣子大家都被當 比較喜歡亞洲歷史 亞洲歷史其實也是挺酷的 可是就是 怎麼講 我比較喜歡歐洲的那種金碧輝煌的感覺 那種 砰砰群啊 什麼的 那種 超讚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歐洲歷史 對 好 我今天真的不能講太久 我 來念 排名了 欸可以講的 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蛟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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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等下要去上課時間比較早看 世界各國歷史你都喜歡 送一送還可以延長十分鐘 我不會講的日文真是 世界各國 我就是 那個 我還是歐洲啦 歐洲比較喜歡 不然那種 那個中國歷史也挺好的 あの少し 流せます 我先來念排名好 我來念排名 等我一下 第13名是 カニ 第12名是 ユウカ 第 11名是 カズマ 然後 第10名是 9 L 第 9名是 ユウシ 第8名是 誒 這是什麼 佳陽 佳陽 第7名是 Kaiji-san 第6名是 賴清德 第5名是 花生糖 第4名是 冰大 第3名是 PJ 然後第1名是 欸 第2名是 第2名是 育人 然後第1名是 魔女 謝謝大家 辛苦了 我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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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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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如何 少數房 沒有啦 學怎麼彈鋼琴這樣 呵呵 Fight 嘿 Fight 呵呵呵 跳舞的嗎 不是我是去鋼琴 中華國皇宮 可是就是怎麼講 就是服裝的問題 還有 甜點上的問題 吃的東西不一樣 我比較喜歡吃 西式 西式 美式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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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謝謝魔女的熊跟 超哥德 這隻是什麼 企鵝嗎 謝謝 謝謝 呵呵 才藝很多 要多學一點 一輩不時之需嘛 對不對 好啦 大家掰掰 我要去上課了 掰掰 Mina Sayonara 呵呵 掰掰 掰掰 太厲害了 沒有啦 還好 那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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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妹妹 哈哈 可以跟他說 就是 追蹤 那個 IG可以看到時間嗎 我會PO 他有最終嗎 あの 次は 土曜日です はい 土曜日 對啊 要關台 我要去上課了 土曜日 はい はじめまして あの日本語は少し話せますはい でも今日は あの終わりですね 次は 次は 土曜日です はい あの 私のインター じゃあ ファーステクラサイネ 時間は え もいちゃん 時間はポー在上面 日文 えっと えっと 私たち ぜひ 我 ユティー ごくん 私たち もいちゃん なあ 呵呵 明真探音源加油 我不會講日文 好 I will post the time of my 等一下 直播的英文是什麼 Please follow IG 有夠簡單 I will post my time in my Instagram So please follow me Thank you Livestream OK I will post my Livestream time On my Instagram So You can follow my Instagram And you will know My My Livestream I will post my time Show room live OK Well 是非 發呆してください 早 可是我要關了啦 Loli 太晚來了 我要關了 我要關了 讚讚 讚什麼 英文嗎 Oh 賴心得的英文 讚 謝謝 看來英文說的筆其實很好 沒錯 Yes my schedule will be post on my Instagram 啊 被動詞嗎 所以用ED 哈哈 可是 POST 不是 三太一樣嗎 好 我不知道 好 我最近把星星丟完 大家 拜拜 拜拜 我在等 Loli把星星丟完 哈哈 大家 拜拜 我在等 你們丟星星 拜託 拜拜 阿卡丟一丟 趕快 要丟趕快 唱課來得及嗎 還可以 還可以 我在 等你們丟星星 拜拜 星星 星星 哈哈 時間都在掌控之中 沒錯 你說差多少點 差794點 就12米了 真的假的 差794點 差很少耶 可是我明天後天又不會開 又要被追過了 定炸機還來得及嗎 應該是來不及 好想吃 丟完了 丟完了嗎 好喔 還有人要丟什麼的嗎 哈哈 有嗎 加播嗎 我在看 我明天 如果有 時間可以加播的話就加播 下課我再開30分鐘 我下課 9點 可是我只能開到10點阿 這幾天蠻有收穫的 有點嚇到 已經爬到12米 有點被嚇到 還有嗎 沒有的話我要關了喔 其實只差794點阿 現在是13名對不對 這樣我 不不我要被追過了 真是的 加油 加油什麼 哈哈 哈哈 我要靠你們 爬到12名了 哈哈 所以你們也要加油 我是靠你們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Koichi-san 17歲誰要加油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星星 等一下 好 我加播的話我會發IG 會的 我都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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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誰 太輕的 還在丟 沒關係 慢慢丟 慢慢丟 丟完了嗎 星星星星星星 啊 謝謝 大家都唱我要 我要關台的時候 才丟星星 真的是 對嗎 原來你站住了那麼多點 因為你昨天 昨天 昨天非常的 欸 我想不到形容詞 昨天非常的 大氣 非常的感謝 小易寧 好 要遲到了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我差不多要遲到 あの 日本語 少し 話せます 嘿 兩天人了 好啦那我最後再做一個自我介紹 然後我就要關台了 嘿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我等一下就要關了 所以我最後做自我介紹 然後 我是TP48的林奕雲 對 今年17歲 然後我的 IG是 yyun.TP48Official 請大家多多追蹤喔 興趣是 跳舞 研究 研究什麼 歐洲歷史 然後叫大家回望愛地球 然後跟電不時這樣 嗯 然後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TP48 エッキーです はい 17歲です 興趣はダンス と あの はいダンスです 私のイスタは こっ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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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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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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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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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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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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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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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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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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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嗯 沒在解 那你們可以考慮解一下 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每天前進一名 最後一名上第一名 開放截圖 好啦 各位 再見 我要去上課了 大家 sayyoutra 掰掰 掰掰 大家掰掰 我要去上課了 我要遲到了 不對 好像已經遲到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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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やすみなさい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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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半六件 阿咯 都有比 嘿 一半六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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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